大家好,我现在江苏常州,我身后是宝林禅寺 这个寺庙非常有特点,看一下身后的宝塔就知道了 先看一下门口,这边雕刻了好多的龙 哇塞厉害呀,纯花岗岩打造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大门口,这个大门口建的怎么样 关键是它后面的宝塔 这个宝塔说实话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呢 可厉害了 这个地方我去看一下,看看优待镇能不能进得去 因为常州这边好多地方优待镇都是进不去的 都是要么打半价票 但是像寺庙的话应该不至于吧 我过去看一下,过去问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栏杆,看一下这个石头雕刻的纯花岗岩打造 再过600年,它这个上面雕刻的这些花纹 基本上就会看不到了 至少需要600年才能把它风吹日晒的 就是磨损的差不多 因为我去过故宫 故宫的它那个石头就是600年了嘛 基本上磨的像那个花纹是看不见的了 大门口近在眼前,我们先在远处这样观赏一下 哇塞,这个角度真的是好漂亮的感觉啊 进来了,特别优秀 不用约,不用买票 怎么样,这样是不是轻松快乐的出游 这边呢是大雄宝殿啊 等一下我们走近点看后面的那个宝塔 实际上太近了的话就看不全了 刚才门口那个位置就特别的好 这边看到的是不二法门 缓顾看一下这周围 走,我们继续向后面参观 看一下这个狮子好白啊 这个是汉白玉打造的狮子 哎呀,这个狮子雕刻的真是大 那边还有一个 中间的是龙 近距离看一下龙 哇塞,这个龙雕刻的栩栩无声啊 佛教圣地,里面我就不拍了 但以后去那个 哪里呢,那个叫无锡的临山大佛 他的那个大佛是在外面,室外的 在室外的,那大家肯定都拍了 所以说到时候是可以拍的 看来我这个地方此路不通啊 回头看一下这个长廊,这个灯笼怎么样 是不是,哎呀,真的是特别漂亮 在这里拍张照可完美了 现在距离这个宝塔近在眼前啊 这个路是通的 往这边走就能走到那个楼梯处了 我见过很多的寺庙 但是它这个寺庙的这个宝塔 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看到没 我之前还真的是从来就没见过呢 这个地方始建于 宝林禅寺 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公元527年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静静的 好好的欣赏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走到那个第一层的台阶上 再往后面边走边看 这个后面看到的是宝林观音阁 这就厉害了 确确实实我在其他地方还从来没见过 如此的宝塔 这还真是头一次看到 幸亏来了 我要是没来的话 那就错过这个地方了 因为这个地方绝对和我在全国各地 所有看到的寺庙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宝塔 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和它有相同的地方 厉害呀 走 我们走到前面去慢慢欣赏一下 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应该不是狮子 应该是麒麟 对吧 走 我们爬到这边的第一层上面 去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后面的话 地方应该还是挺大的呢 哦 这个是狮子 然后那边那个长着翅膀呢 那个好像是四不像 就是既像狮子又像龙又像鹿 叫四不像 非常的神奇 里面参观结束了 重点来说一下 就是这个宝塔里面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非常的震撼人心呀 它里面是一个三面的观音的像 大概有多高呢 跟那个顶差不多高 它那个里面那个那个观音像是 贴了一层那个叫什么金箔纸 所以看起来是金碧辉煌的 它那个工艺 做工的话是非常的细 你根本看不出来是贴的 就像是用那个纯金打造的一样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还有它那个天花板就那个顶 它的那个顶的话也是造的就特别的好 让我想到了当时在南京的牛手山 还有就是无锡的临山大佛里面有个梵工 和它那个都类似 就是那个顶特别的好看 因为里面的话一般是不可以拍照拍视频 所以只能通过我的描述来回忆一下 国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临山大佛的梵工 还有南京的牛手山 还有四川的峨眉山金顶 对吧 那个是在室外的 当时我也拍了 那么这次这个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了 就是长州保陵禅寺 而且它这个里面是不用预约免费参观的 就这么好的这个景点 要放在其他地方 门票完全可以收100了 因为里面真的特别值得看 如果以后有朋友到长州来玩的话 保陵禅寺 我身后的这个宝塔 一定要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那个观音的那个像 真的特别的好看 还有一个观音 它是抱这个小孩 哎呀 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的美呀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